各位,我手上的是3M6200的面罩 在過去半年,香港很多抗爭者都有3M的防毒面罩 當時主要是對抗催淚煙和其他毒氣 現在我將它改裝成一個可以對抗病毒的裝備 大家記住,不是對抗催淚煙,而是對抗病毒的裝備 這個類罐是很特別的 這是集思廣益在網上打印的群組去設計 現在我們用3D打印機我後面的,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3D打印機裡面印出來的類罐 一個一次性的外科手術口罩,就可以割了九個洞 那九個洞的類布就成為類心了 改裝成一個可以對抗病毒,防止飛沫感染的一個裝備 它是一個臨時的,為什麼呢? 是因為現在口罩荒,很多人都不敢出街 甚至是因為沒有口罩而被人歧視 但是如果你戴著一個催淚煙的類罐,又防不了病毒 甚至隨時就被警察推你到手身 半年前我們已經開始了公民抗暴 而這個就是公民抗暴的一個象徵性的工具 現在我們叫做公民抗疫 我們將對抗催淚煙的防具 將它轉變成一個對抗病毒的防具 所以對很多人來說,它是有一個象徵的意義在這裡 除了我們自己印之外,我們都會發動很多有3D打印機的朋友 將那個STL file下載之後,大家一起去印 我希望每人可以印到20套 自己一套之外,其他送給有需要有6200或者7型號的面罩的人 這樣的話,你自己亦都可以不需要撲口罩 或者你撲了那些,你可以送給你旁邊的老人家、小孩子 或者是小數族裔、弱勢社群 或者是長期病患,經常要出入醫院的人 其實他們是沒得選擇的 他們一定要用這些surgical mask 當我們有了這個的時候 我們的手術口罩就可以讓他們用 何樂而不為一 記住抗疫不一定是很悲情的 大家記住用自己的創意,走多一步,connect你身邊的人 為何疫情都要開工 今晚再祝我們這個新節目主持李世民上來 一起請了李昇陽 李昇陽 今晚先說些甚麼好 戴口罩說些甚麼好 pandemic 逆境 現在是逆境 赤字 現在說赤字 最近1391億 歷史上的記錄層 找了李昇陽的名字叫甚麼 叫做這個 君子馬爛頭 我叫做Facebook專頁 其實以前都做過這個節目 現在已經在美國了 即是來不來得上下來 上次忘記了 上次 是華麗後台 都半年前 華麗後台 我想問,你有甚麼 你去完澳洲來改 越南 不是,你說不去香港 這個君子馬爛 我不知道那個頭 有個人叫君子馬爛奴 老的觀眾就認識了 摔角手,不怕承認 我記得小時候看過他 你說不知道我是這個年代 是的,為甚麼 為甚麼你改了君子馬爛奴 沒有,信口 其實很無聊 舊的Facebook專頁 很多人都不記得 不是,舊的Facebook專頁 整個人都不記得 忽然有一天覺得這個挺過癮 首先說,馬爛奴 我猜大家知道是甚麼 不知的就 就在我的Facebook專頁上 但是,跟很多人的猜測是不同的 我是不吃馬爛奴 不是因為我喜歡吃東西 我是因為,我是見你去完天香樓 我沒有去完天香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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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吃馬爛奴 已經是說,哇 2007年 那時候已經近30歲 我才第一次吃 不是一般年輕人會吃 不是說很名貴 但是馬爛奴 根據我理解 是上海或者那類的 江浙那類的東西 是,江浙那類的東西 我們小時候沒有這些食物 不知道是不是 其實不是貴的東西 但是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進入正題 正題就是這樣 今晚,我們的英文名叫pandemic 為甚麼會想 想這些東西其實要靈感 早上看網、看電視、聽收音機 突然之間 原來這個譚德塞 就說 現在 埃塞俄比亞 或者台灣叫 伊索匹亞 這是甚麼聲音 不好意思 繼續 Anyway 他就說 現在的疫情 不適宜用pandemic大流行來形容 我覺得很奇怪 在大陸已經是pandemic 這件事都不是pandemic 很難說得過去 pandemic有定義的 不是說你覺得是 現在是否有個嚴謹的定義 現在是否有 我不太肯定 不過稍後說 很重 至少是多過一個源頭 多過一個地方爆發 是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 再之前 那次G1 他就有過這樣的定義 但是現在好像 for some reason 根據我現在看官方的說法 就好像沒有一個嚴謹的定義 其實都很化學 但是其實很多這些東西 都是這樣 我們日常說 涉及一些很主觀的判斷 等於早前 特朗普說中國是 會了操控國 定義怎麼是呢 發現原來基本上 都不是那麼明確 還有譬如反過來 不是攻擊大岸坡 反過來中國 經常說自己 我是窮國 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 中國 某程度上 都能說得去 人均GD表 但是不只 新加坡也是發展中國家 特朗普說 大哥 新加坡這麼有錢 原來 但是真的 原來是任你自己定 這個pandemic 可以講一個故事給大家看 為什麼pandemic他不用呢 其中一個定義 不要知道 但是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 也可能錢作貴 pandemic 根據我所知 官方就沒有定義 但是另一方面 原來這些事情 這個實際上 今天叫我上來 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我的本業是做金融 金融市場的事情 不是開玩笑 什麼都可以得到 國家破產 可以得到 另外 瘟疫 可以得到 什麼都可以選擇 其實就是 我未寫文 但是 其實 外媒也有報過 Bloomberg Financial Times 香港 我看到有明報中 有寫過 World Bank 世界銀行 2013年之後 2013年 在非洲爆 伊波拉 出了一堆新的金融產品 就是你所說的 pandemic bond 這樣也有bond嗎 總共是一些 Cat bond Cat不是貓 就是災難債券 Cat bond 之前出過幾款 Cat bond 很有趣的是 這個債券如何觸發 就是你有大瘟疫 有pandemic的時候 就會觸發 他的定義 和世衛的定義 是不是同一個呢 就不是太陽港 但是根據我這裡所說 不代表法律意見 但是根據我這裡所看到 就是 這裡的定義 債券的定義 什麼時候可以賠錢呢 就是 兩個國家 至少要有20人死 現在好像是 未增 除了中國之外 伊朗好像也有十幾件 南韓也很近 所以去到這個位置 就是這樣 那些債券 最初很簡單 就是幫窮國籌資金發展 然後你一有事 不好意思 你當做善事也好 搞災也好 李澤邦就出來了 搞得出來 就很尷尬了 你真的倒進去 這些事情一定會被人告 因為你到底 你怎樣去 譬如我們平時 譬如你買球 哪里贏哪里輸 很明顯 但是這些 你是不是pandemic 原來是 某一兩個人說了算 背後的龐大的利益 你想一下 你是拿了那些債券 你會怎樣想呢 你一定用方法去 洗橫手去影響它的東西 這些我可能未來一兩天會寫 再之前也試過 扯遠一點 又是這些債券 之前就是恐怖主義 恐怖襲擊 又是要兩個國家 不知道有多少人死 那時候有些比較 我們說比較 叫什麼比較鮮力 或者比較冷血一些 的對沖基金經理 就說 喂 比起我 如果我是非洲那些國家 不如那些恐怖襲擊 我搬起屁股隔壁 國家 就當是隔壁 那就trigger了 其實是很化學的 所以我想它是不是 pandemic這件事 背後其實是有 背後很多的利益 瓜葛 這堆東西的規模 都不小了 二十多億港幣 發了 不要緊 我們香港政府發的 怎麼會爛鬼 是的 基本上現在已經 跌了一半 已經危危苦 到底有沒有最新的 疫情數字 會不會 會不會兩國會超過二十個人 其實都應該是 都是這一兩天的事 機會都應該幾大 伊朗和南韓 西不可黨 看看誰先 Anyway 請你們兩個上來 我今晚都不用做了 我只要 開始了就行 這個專家 趙富哥 不要說趙富哥 說錯 李西文 忘了 46%說是適合 hadi 27%說會不好 好的 會比去年多了一倍 去年只有23$ 但我看到李世民的文章是很悲觀 有否很意外呢?對於這個調查 民調那種意外 你如果立刻做民調 其實我覺得其實是預期問題 如果我是陳茂波,我預期 每個人都有一萬元沒試過 應該我覺得大家感恩 真的不知道,但挺有趣 我不會質疑別人背後的民調作家 相信都信得過 仲庭要做的 我就,我還是,OK 但就我身邊的朋友 當然我身邊的朋友,不是所有香港人 但我身邊的朋友都是負評居多 固然有個原因 我們待會都可以說 基本上你現在政府推什麼都被人爭辯 這是一個事實 但也是一個改變不了的事實 所以我自己就好像看予我的朋友 我的社交圈都好像沒有聽到一個人覺得是好的 原來有多少%的人賺好呢? 46% 對,還有陳茂波的民望急升 這個人說頂了 是啊,波哥 這次是波哥,波哥 可以做特首,我覺得他有點混 不要說其他人,我覺得他好像 這個江湖也有傳聞 有些是黃仔 江湖也有傳聞,他想問頂行政長官 這個江湖傳聞又不是純粹吹水的 這麼大件事 怎樣傳出去呢? 話說就是這次派錢之前 如果大家看到整個安排 就是上星期不是談過300億抗疫基金嗎? 是的 其實曾經出現過小波折 究竟是在上星期的特別財委會談 還是在這份財政預算上談? 因為理論上的錢都是那個戶口出的 原本就是不如財政預算再談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credit就給了陳茂波 但是現在就是整個政府攤分了credit 又不是特別給誰 我認為甚麼都政治 有這樣的說法 有甚麼不同的這兩本? 這本是appendix 那些substimacy 例如中期預測那些表 每個都是print speech 那些字印度很大 挺好的 給我們的長者看的 挺好的 但是你說那些人其實為甚麼會 其實我覺得四成多人支持 挺誇張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比預期好 原本之前都說政府梗局 那個藍的盤都是有三成人的 這樣就好像… 區議會41% 因為我見到我身邊接觸的 一般都覺得我們稍後可能都會說 他寧願… 當然我們以前 譬如早五年十年的想法 覺得派錢當然好 每個人都開心 坊間差不多每次都叫派錢 但是你見今次我 見到很多身邊的人都覺得 很寧願不要扣錢 然後就不要綁綁其他東西 所以有些意外 陳茂波好像腳頭多好 看看會不會選特首 不要低估這個可能性 不要低估這個可能性 而且我們一向都聲稱 我們一向都聲稱 我們所謂的先知 就是讓你知早一點 這些都是我們比較早說的 不敢說第一個說 但不是那麼多人 提出陳茂波做特首 我們不是支持我們 即是我們覺得有這麼可能的 難道我們去承受 不過就是這樣說 我覺得做財政控制者 做CFO這個位的人 嗯 正路來說 都應該是黑人爭才對的 是 對外也好 同意 同意 絕對同意 在公司裏面 任何一個看素的人 突然變得很受人愛 但很有問題 同意 所以當時 我記得當年曾俊華 他被人罵的時候 他被人罵了很多年 手材勞 一一年不懂得派錢 又被人罵了 即是 我及一班朋友 叫做孔牙義氣 幫他頂了很久 嗯 直至到他這傢伙 民望高 我們反而有少少 覺得不太舒服 挺好 但我同意你講 你做這個位置 如果有人不贊 其實可能出現了一些問題 是的 這個是我 剛才阿詹說 為何我覺得 有少少不太安心 不自在 如果陳樂波 這樣都可以文望高 這樣大家都覺得收貨 這樣就真是大壞 是的 大家都有點奇怪 但我相信觀眾都覺得 搞錯那些人想 但都要理解一下 這個世界 即是香港 原來真的有一班 為數不少的一些 其實你想想都會理解 反過來 你 穿船他有一批 那你給就要的 也不是這樣說的 要就要 先代了 我可以 算不算你另外一件事 我可以又代又罵 這個一向 假的 甚至我也是 難道我會很贊陳樂波 如果是給Jexo 就一定贏到 那民建聯 民工聯會 戒戒贏盡 石齋餅 還派了這麼多年 但你想想 似乎的確是 吃了可以不投你 情況都挺嚴峻的 即是我做的行業 我做的金融業 so far的影響 就不是很大的 暫時 但你想想 譬如說 飲食 酒店 那些 那些 真是很糟糕 甚至我駕駕貨車的 駕的士 那些 真是很糟糕 是很賊 真是很糟糕 我真是守庭口庭 大哥 那些人 真的會歡迎這件事 那你沒辦法 他守庭口庭 你有錢派給他 他一定會開心 這個要 可能他有 你遺失了李少傅 不是 李世文 一定有話要說 一定有話要說 就有十萬 補習界同業 但是那些天王 你今天編文裡面 你說有些 你是功能組別的 你是選擇性派 你沒有的 你沒有說到補習 不過我告訴你 補習是甚麼功能組別 但是沒有 沒有就沒有派 沒得派 這個真是很現實的 你是工程界人 十萬 工程界 其實我之前有一條 很約數 每年 每個功能組別 大約的利益傾斜 就是二十億到三十億 一個 一直以來 都沒有 有幾個特別多 IT是特別多 離譜的 香港IT 即是一定要說 香港IT不是沒有聰明人 但是香港IT界 有一班 又藍又紅的那些傢伙 其實大家心照 那些傢伙真是廢 那些傢伙真是廢 找了甚麼錢呢 就是找科技券 我不敢說 所有找科技券 都是又藍又紅的 但是有很多又藍又紅的 甚麼都不會做 只會找科技券的錢 這些幾時都是一些 尋租者 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即是無論給你 N那麼多年前的持續進修基金 持續進修基金 又是養了一班的尋租者 開了多少費拉柴 course 那些真是 是多少年前 這個 十多年前 董也是經濟差的時候 又說你沒什麼 不如去讀個 degree 讀個 program 香港人是很厲害 有 demand 就有 supply 你有這麼多錢 就有這麼多 cost 一定跟你拿好 還有買眼鏡的券也是這樣 買海味也是這樣 全部是一些我們香港常見的東西 變成如果你看這份財政預算 我昨天其實一直聽 一直記錄 每一段給這些功能組別相關 或者紅色經濟圈相關的 這些利益輸送 我就記錄下數目 多少錢多少錢 嗯 聽完過鬆點鐘頭 我計算了這條數 九百多億 九百多億 嗯 是的 頭頭尾尾加起來 當然加上去年那四輪 以及今次放益 一部分 我已經沒有計算下去 包括電費 嗯 就是電費 人人都有份減的 減稅 公司註冊這些 那些我不計算 嗯 換那些渡輪 換柴油渡輪 又是四五億 哇 這麼多 然後幫那些人裝電動車的充電 二十億 我說大哥你這樣數一數一數一 就是香港 你說派回市民就七百多 嗯 派給這些這樣的小圈子 派九百多 我的心就是 其實老實說 雖然很多人說 警察那裏二百五十多 是的 多了四分一 當然香港最大的功能組別 最大的記憶 記得利益 就一定是政府自己本身的 嗯 但是有一群人圍著這個圈子 騰騰不轉 在賺錢的人 就形成了香港 他說為何會是一個尋租經濟 就是那些人會說 最難聽、最粗口的是甚麼 那些建制派的傢伙 不可以說粗口 建制派那些行家產 就說 我們要支持政府發展多元經濟 我們要刺激經濟 我們要投資未來 對呀 是吧 你老闆 如果十九幾年前 你那群人圍又說這句話 十九幾年後 你那群人圍又說這句話 還有人相信你那群人圍的 那群人圍是最群人圍的 Lost of them around 是吧 Lost of them 十幾年前我已經聽過那群人說 要多元經濟 我們要投資未來 這些口號其實很多人都喜歡聽 但問題就是 到現在這一刻 你還說這些 荒天下節謊話 說這些騙人的事 都仍有人相信 然後陳茂波說這些事 面不紅氣不喘 連連就這樣利益輸送 雖然我自己的頁面 很多人都說 反正那群人都不是 大群人都不是納稅人 在生氣嗎 我說你不是納直接稅 是的 有些人搞不清楚這件事 你也有間接稅的 你吃不吃煙 是吧 你坐車不用入油 等等等等 還有政府有些 它那些叫 以前我們就叫 economic franchise 或者什麼charter 英王愚准的賽馬會 香港很多的monopolies 是這樣保護出來的 而這些monopolies 如果它們不存在的話 整個市場不同 香港其實最大一個monopolies 就是銀行業 銀行也不存在 只有幾十個選民 我已經這麼說 銀行 你看獅子錢莊 全地球都賺不到錢 是香港的 香港人真的這麼好賺 銀行是否有monopolies 我覺得也不是 銀行很好賺 很好賺 其實你說賺最多錢的 這個其實是你熟悉的 這個範疇 那獅子錢莊 其實又真的 跟特區政府的關係 就是它基本上 就是特區政府一部份 就是延伸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離題 銀行業 你畢竟都 我又覺得競爭都很大 雖然是賺錢 其實最壟斷的 一向都說 我們不同場合 都說港交所 港交所是你真的沒有 一間做完 一間做完 第二間都沒有 銀行你也有幾間 就算你說垮頭也 是的 垮頭 絕對是垮頭 也有競爭 大家真的要減息 搶存款 還有幾間 幾間抓人 港交所一間做完 雖然我經常很害怕 我經常高調攻擊港交所 會否影響我的工作前途 但是有點奇怪 從來都沒有人說 不是啊 會否收編你 收編我就歡迎 我很歡迎 記住打給我 港交所是這樣的 之前我試過有一次 也是跟上任財政司說 這個就是壟斷 他說沒有 根據法律沒有人不讓你開一個 之後真是很壞 張振宇就是弄了一個 他不是證券交易 是的 但是他也是一個交易所 你自己搞不好而已 香港有人試過的 你沒理由別人做證券 你也做證券 但問題就是 你拿交易所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例子 交易所政府是股東 交易所 他不僅是一間上市公司 他也是市場的平台 都不要緊 重要 其實他不僅是幫國家執行任務 是的 這個固然是 有很多個身份 但是他的同事也是商業機構 法律我不太清楚 是否容許整個第二間 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是難於登天的 而且政府的股權不太多 長期都是5-6% 而且他有法例規定 港交所基本上是不能追擊的 不能有敵意收購 他有條款 有個我們叫做 Golden Share 不是Golden仔 這個黃金股就是 你所有的人我要增持超過5% 一定要香港政府欺准 即是不行 其實這是一個 可以的就看誰 壟斷 即是中資可能 黃色資金說我要買起你的 那就買了 遲早發生 有一點複雜 還有什麼特別的事情想說 這個預算 需要說一下GDP Degrader 挺有趣的 GDP Degrader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再說 今晚難得有李世民在押陣 還有請到財經專家李星陽上來 財經從業員 這麼好 這麼好陣容 這麼好格 大家是不是應該搜尋一點 2629640 而且我們現在變成黃標台 被人抵制 或者沒有什麼收入 你們努力搜尋一點 慷慨一點 2629640 就是捐款給我們 還有呢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把我們的節目分享出去 在YouTube好 你也可以在Facebook裡分享 其實多數人都知道是WhatsApp 我記得 那也是 WhatsApp也是在YouTube 可以 沒問題 韓信點兵 多多益善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再談 各位 我有好消息 很久沒有賣廣告了 這個時候就要賣廣告 我們經過長期的研究 和試驗過之後 我們已經到了 韓國全羅道的 這個新東津米 這個米是非常之名貴的 一年一做而已 12月收割 2月入袋 由打米到包裝都不經人手 全部自動機械化處理 保證乾淨衛生 而且這些是最新的米 是最好吃的 我們在餐廳做過blind tasting 我可以告訴大家 在所有米裏 包括貴很多的日本米裏 最好吃的就是韓國米 最好吃的就是韓國米 現在怎樣賣法 其實我們不是入口了很多 凡在門市買夠200元 加25元 就可以買1kg的新東津米 街上是賣45元 如果你買夠500元 就可以買10kg的新東津米 價錢是220元 只有22元1K 我保證你好吃的 一定要試一試